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梁文涛 你很开心 听说你帮国内传媒写稿 赚了赚了不少人民币 没错了 都赚了家 谁知我 现在连杨公渔和麦子娘 这群人真是在大陆找真银的 都很开心 就是无端端加人工加2% 没错 所以现在我就在想 约上他们一起在香港 自己开一间找换行 这些叫找真银 如果你赚人民币的话 不要那么快换 可能还可以升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民币升值2% 其实未到美国的要求 美国是要10% 对 其实实在 这个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谁知人民币本身的问题 这么简单 它是跟中美的外交有关的 因此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任志刚呢 可以在昨天 就是人民币会 刚刚宣布要升值的时候 急急地放假 走回香港见记者 事前完全收不到 但美国人早前一天 已经好像收到风了 没错了 就是格林斯潘 联署的主席 就对着国会整班议员问他 人民币什么时候升值 他已经很快了 就说很快了 很快了 看着来吧 算不算是那些 知道内情之后 出来说成功争取 直接是那些 所以胡锦涛他9月访问美国之前 应该还可以升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胡锦涛会得到很高的待遇 听说 待遇是什么呢 就是有得去大卫营过夜 有什么厉害才去大卫营 大卫营是厉害的 大卫营大家知道是美国总统的 私人游换换灑的别墅来的 以前江泽民 和克林顿那么友善 都没得在那里过夜 几个小时 吃饭了而已 但是这次不同 这个我们是胡锦涛人民币 多送出去 升值升高点 就在那里过夜了 就是大家和这个 布殊胡锦涛丙足夜谈 就是变成老友 没错 我是非常高兴得出中枝白鱼 根据裁决 再一次肯定 同学委员会 在分拆领会上市这件事的合格性 我们就会尽快安排 领会上市的那些工作的事业 谁人将一点爱 闪出希望 从前的一个梦 不知不觉在暖想 池内的春天不应去外 无奈卿更加可爱 反对公共资产丝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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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两个努力 争取继续在这个邓争到底 谁人知 今天我所径的路 何时可可到达 已经不要再知道 迟来的春天只想与你 留下永远想拥抱 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人 在其他方面作出挑战 我们就会 律师就会吸收这次的经验 在披露方面我们会做得足够 周一岳就说这个香港的医疗体制 已经是一个生疾病的地步 究竟发生什么事 其实疾病的成因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时候一些小小病症 大家不理 然后偶下偶下当发现的时候 已经进入中期或者末期了 香港的医疗 其实真的好像疾病 难道没有做好身体检查吗 其实不是 是检查了也没人理 因为九十年代初 我记得当时卫生福利师王前奇念 曾经提出过一份 叫做促进健康咨询文件 里面也已经开始处理医疗融资 医疗保险和医疗收费的问题 但是报告书发表了之后 根本里面很多建议都没有再执行 是哦 其实在回归之后 都还有一个哈佛报告书 是哈佛专家来到嘛 又是说你们再不改革 再不搞好医疗融资 你们就很大件事了 那时候已经说已经进入中期了 其实是 现在去到末期 去到末期的阶段 接着就叫我们的市民 以后看医生就要自己磅磅了 但是时机选择得很差 但是已经错过了 帮这个疾病做手术的时机了 因为九十年代中 就是香港泡沫经济最厉害的时候 大家在房子 在股里面赚到钱 你要他多供一些医疗保险 中产阶级是不会很反感的 但是现在不同 正所谓政治是一门 这个讲究感官 讲究感受的艺术来的 就是你早前 大家就说经济衰退 大家要辣紧腹袋 但是现在 其实我们看到 香港经济好了 大家吹风说越来越好 你分享到成果 是分享不到成果 就要磅水 没错了 就是会不会以后 分分钟香港政府变成超级市场 就是每样东西都是自己收费 但是就不用再收税了 就是过条马路又是吐 这个教育又是自己付钱 那可能看港台吐一吐 那就解决了港台公司法 对啊 就是公司法也不是一个 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方法 但是公司法我觉得 我觉得起码可以解决了一些问题的 实际运作上需要是独立之外 其实它也是需要社会人士 感觉到觉得它是独立的 希望就是它营运的灵活性加强 我们一直要求港台公司法的问题 或者是将来的前途 你暂时的结论是怎样 港台在公司法这个问题 说了很多年 公众也都想讨论 甚至处长上次来到 都觉得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出路 我们现在是暂时没有计划 推行这个港台的公司法 所谓公司法这个过程 是涉及很多很繁复的问题 里面那里是看看财政的来源 公务员的转职 还有也有相当大的巨额的补偿等等 我对他们究竟怎么独立 福利待遇怎么解决 长风怎么拿 拿不到长风的怎么办 我觉得还要听一听 听一听 我认为我感觉很惊讶 我认为这个认识 认为这个认识 有些认识的认识 可能也有些认识 我并不太预测 独立这件事 我想你都要知道 从来都不是由香港年台自己决定的 所以我们等了这么晚 一直都是要等的 只要一秒钟 远途经过我结果 其实太奔重 因为这样拖着不解决 对于员工来说很不公平 也会影响员工自己 和未来香港电台的发展 我认为这个认识 我认为这些认识 有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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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帮助 RTHK的能力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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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了解年转 为什么会持续那么高温 和最近发生的几张太热门的新闻 有关 包括爱本特首候选人 大热勝出 以及爱本主席候选人 马市长在台湾大热勝出 有关 所以由于这张热门的新闻 影响我们城市 持续好热 很熱的 證明這兩個香港仔 他們真是流著香港血 所以他們真是熱血中年 天文台想盡辦法令這個城市降溫 也提議市民盡量合作 譬如衛生局應該提早實施食屎 全面禁止煲煙 另外就是演藝界人士 盡量不要煲水 還有那些司拉屋邨那些 千萬盡量少點煲劇 體育界人士在這段期間也不要去煲零 除了煲胎 不是一條灘下去煲 是除了你的煲胎 舒服很多 鑑於倫敦地鐵爆炸事件 當局對於那些揹著背囊的阿非拉印青年 特別關注 尤其是他們在地鐵站出現 昨天在迪士尼地鐵站入海的時候 發現了兩個阿非拉印青年 他們揹著背囊 當局上去追查的時候 由於他們揹著背囊 追查過程可以說是相當狼狽的 當局在這兩個青年的背囊裡 受到一大塊即將融化的冰 懷疑他們是一個受到運兵集團的指使 因為他們不滿意地鐵 長期保持低溫25度 試圖運兵破壞他們的中央冷凍系統 但是他們的過程 被幕後主導出賣 不知道那些冰在時間上會提早融化 令他們當場濕透了 令整個地鐵都變成了濕圍 各位小朋友 這個暑界又學會英文字 濕圍 即是地鐵 或者市民在這麼酷熱的天氣之下 恐防中暑 當時也呼籲 電台上的封煙節目 是不要講這麼多政制的問題 是多一點講民生的 響見這個呼籲 我們也一系列製了一個新聞的專輯 請了一個民生的青年上來講一下 民生的問題 他就是住在沙頭角的傻強 我們民生青年的民生問題 真的很嚴重 我們最大的民生問題 是甚麼知不知道 就是玩不到工 我們蒙了生 人家不請 很難找工 我已經醒目了 我右邊蒙米老鼠 左邊蒙飛龍 誰知道蒙了米老鼠 他說我侵拳 捉都捉不切 那個飛龍又說我擦鞋 捉都捉不切 後來我醒目 我蒙了我的偶像 波塌在肚子裡賣四萬 誰知道他們說做甚麼 你為甚麼蒙的官在胃裡 是不是諷刺 諷刺人家官官相偉 真的沒辦法 所以我們民生青年的問題很嚴重 很快就變成了民生中年 接著就民生老年 問題是老化 接著就很惡化下去 無限上綱上線記者 住在美訪的美訪文 跟大家報導這則新聞原本 賣案 有了問到 陶謹申過去對政府官員以權謀私 廉署警隊的問題窮追猛打 現在最近他自己的一身矮 有人叫他辭職 說他以權謀私 但是這樣 我覺得雖然陶謹申自己的一身矮 但他挽救了整個民主黨 為甚麼 他令民主黨這個道德形象多崇高 這些叫做甚麼 叫做言以律己 你看看 之前立法會 這麼多敵對黨派 一起調查陶謹申 調查到後來沒甚麼 連署去調查他也沒甚麼 誰知道民主黨自己查自己查得這麼嚴重 我覺得真的要下台的可能是民主黨的主席 為甚麼 因為政黨調查自己的黨員 其實就是追究政黨的政治責任 就不是調查這個刑事上他有沒有犯罪 或者是他有沒有違反一個做議員的操守 那為甚麼會搞到這麼大件事呢 搞出來就是 但其實我覺得這樣 整件事一直這樣查下去 可能發覺立法會裡面 沒甚麼人是完全清白的 說真的 因為我們記得之前曾經去過 不是幫陶謹申說話 但你看看其實 很多不同的政黨 都發生過一些很奇怪的案件 找顧問公司 或者一起合租寫字樓 辦事處 朱如超 很多問題發生過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甚麼 就是立法會以往 在他們的議員申報利益的規程裡面 他是根據90年代中期 這個黃庚武報告書的規定裡面 都去做的 而這個報告書最大的缺點是甚麼 他就不承認 政黨政治在議會裡面 是一個實體 就是說政黨是沒有身份的 只可以用個人的名義去做很多事情 去申報那些開支 譬如議員 不可以組成聯合辦事處 所以自由黨、民主黨 就全部要用顧問公司去申報那些開支 去分擔那些成本 結果搞出來又是變成 外界看下去 好像就是一些所謂議權謀私 或者一些所謂醜聞的東西 難怪 為甚麼之前立法會裡面 那些議員 敵對黨派議員 對陶謹申都挺客氣的 免得大家撩下去 一起互相吵 因為最嚴重的是 如果查查查查查查查 大家可能整個議會沒有人開會 全部要辭職 民主黨認為黨在一個整體的事件之中 是犯了錯誤的 我們,尤其我作為主席 再一次就事件 向公眾道歉 實際上看的帳目 是沒有任何收到分號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我們因為當時的 九七年的困難的環境 事實上很多的文件 是沒有做得那麼清楚的 在支部的層次 所以個人普遍知道 這是一個黨產 是公家的 不是私人的 我覺得我是有配合的 但因為時間問題 當時立法會的小組 他們的草擬報告也是很大本 就是整本書 所以逐段逐段要回應 那裡也是集中精神在那裡 原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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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怪不怪 原諒要怪之外 未能 算你是你 變成你 原諒自己 為了要對公眾負責 亦都對民主黨的內部 或者對陶謹申本人 來說也好 如果要大家都能夠 很了解 很清楚明白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應該是要有一個 執法部門去進行一個深入的調查 無論幾個的報告 不同的獨立的調查 都是沒有質疑我的誠信 我不會因為這件事而改變 無論要求自己 要求黨 和要求政府 都要用一個高的行事標準 來繼續為市民服務 對, 我已經在這裡住了十年了 你說, 為甚麼問我在這裡住 因為在十年前 我屈指一算 算到我今年會有兩個大劫 因為我天生怕熱 熱到三十五度就會中暑死 今年的氣溫 會創歷年新高 早點去震街 就練到體拍好 因為我本應住個樹 本來good fit 為甚麼搬這樹 因為我算到會有兩次大black out black完一次又一次 香港那麼先進 都會有這樣的事 讓我在這裡住 就實停機歷史 謝謝… 你看看 香港今年經濟重拾升軌 我還會有… 可攻的盈利 我們在這裡先恭喜一號的馬虎主席 我們在這裡先恭喜一號的馬虎主席 我心中所想 原來令我多麼的怨 曾天來 那一天 沒有別人 沒走 沒翻行 前一支 在這次的選舉裡 馬英九拿到七成多的選票 看到上面那幫人看實際政見 而且下面那幫人對國民黨的夢境 這個願景是很不同很不同的 在這個落差的中間 馬英九現在是佔優 但是接下來的幾年 他可以怎樣跟他旁邊的黨裡面的領袖 大家的人的關係搞好呢 對他們來說 這個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倫敦再次遇到襲擊 證明了美國和英國的反恐策略 是多麼失敗的 怎樣失敗呢 他們用了一些對付傳統國家之間的戰爭方法 去打恐怖分子 又出兵阿富汗 又出兵伊拉克 其實恐怖分子就像一個蚊子 戳著你一個人 圍著你飛來飛去 有空咬你一口 結果你拿個大炮去炸他們 你說合不合理 其實現在根本的恐怖分子模式 跟70年代、80年代已經很不同了 以前你想想 北愛爾蘭共和軍 或者是這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他們採取的恐怖手段 他不是以殺雙平民為目的 他是製造一個恐怖氣氛 然後逼政府坐下來 去跟他們談判他們的政治議程 還有現在那些恐怖組織 根本就已經不再是一個組織了 只有恐怖分子而沒有組織 因為你看看 好像這次涉嫌去炸倫敦的地鐵站 那位年輕人 他在英國大 然後又喜歡打英國的板球 喜歡英國流行音樂 可能只不過因為無緣無故上了一個網站 看到一些伊斯蘭激進的思想 覺得挺吸引 又再上另一個網站 學懂了做炸彈 再認識一兩個朋友 帶他去巴基斯坦放暑假回來 那就變成恐怖分子了 還有現在做恐怖分子的方式也不同了 以前是很神秘的 有人帶你入會 然後慢慢傳授意識形態 幫你洗腦 教你做炸彈、做武器 但現在不是了 現在叫做自學識、自我增值恐怖分子 全部都是靠自己在網上找資訊 你想想恐怖 這個更恐怖 就是你隨時隔離的那些人 可能一個屈尾十 你都不知道的情況下 已經成為恐怖分子 譬如梁民島 可能有朝一日坐在我旁邊 但已經是恐怖分子 好,謝謝 謝謝 我心裡只有一件事 他很脆的亞洲人 然後他很小的鼻子 接著是永遠的電影 綠合彩,轉出精彩三十載 之後是永遠東張西望 我心裡只有一件事